除了家畜放屁所含的甲烷之外 台湾的猪汁在续养的过程中 也会产生污染 排泄物如果就这样排放到河川里 会严重地污染我们的水源 那么有什么办法既可以减轻污染 又能够创造能源呢 这里大约养了2000头的猪 试想想看 2000头的猪一天会产生多大量的排泄物呢 这些排泄物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 全部排到河川的话 会对河川造成很大的污染 所有的猪粪尿都会被水冲洗到这条侧沟 然后进入到这个储存槽里头 当猪粪尿水位过高 机械就可以自动感应 将污水抽到这台干湿分离机 分离出来的猪粪就是最好的肥料 而剩余的污水则都被送入消化槽 就开始艳养消化了 艳养消化阶段所产生的甲烷 可以用来转化成热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